顺康的一家饭店业者连续9年的时间举办了感恩节的活动 在24号的晚上除了邀请了地方独居长辈 落室学职等一同来享用感恩节的大餐 也邀请了在地企业民间团体等单位一起来共襄盛举 在当天晚上也进行了义卖活动 在各界的慷慨减囊之下一共募得了28万元 而这笔散款将全数捐给约纳家园 华山基金会深坑天使站等4个单位 希望能够借此来为地方带来更多的爱和关怀 由深坑假日饭店发起 申定狮子会主办的凝聚爱心拥抱希望感恩节活动 日前温馨圆满落幕 在这个活动中邀请了地方各政府 学校以及社福慈善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 在大家热情的协助下 今年的规模比往年更盛大 首先由时定和平国小国乐社带来精彩的表演 已经迈入第九年的感恩节活动 聚集了各界爱心人士及近200位大小朋友共享丰盛的大餐 现场气氛相当欢乐 假日饭店总经理确景华表示 虽然景气不太好 但是同仁们仍努力地办好活动 包括义卖 募款等等 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 这一年来我们所有的同仁都非常的努力 在这个经济环境不景气之下 我们还尽量地争取最好的成绩 我们希望能够每年不断地延续我们的传承 把这个感恩节活动持续地办下去 主办单位升定师子会更号召了300B2区各分会 一同来任桌发挥爱心 升定师子会会长林景平除了肯定饭店业者的用心 更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有更多的民间单位一起来关怀地方 关心弱势朋友 假日饭店一直在深耕 深耕我们深耕地区和实定地区 其实这一直跟我们师子会的理念是相同的 因为我们师子会一直在推广社区服务 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希望是越来 以后越来越大越来 把连地下室都把它包下 活动中还穿插了许多节目 像是逗趣幽默的魔术表演 而在意卖募款的时候 更可以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与爱心 其中信义财贸园区管委会主委林时根 也再次的大力赞助 并表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所以能趁此机会尽一分心力 他感到相当的高兴 我们取之社会用于社会 尤其我公司就在对面 加入饭店的对面 那我也鼓励一些我们 比如说不管社会任何人士 有利出利有权出权 来回馈照顾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 弱势的这些族群 这次原本预估 意卖募款金额为25万元 直到活动结束 顺利募得28万多元 而这些意卖所得将分别捐赠 给天主教福利会约纳家园 深坑国中微笑星光计划 华山基金会深坑天使站 以及实定和平国小等四个单位 及深坑中低收入户的维稳金 记者杨巴洋出发起深坑采访报道